在佛菩萨的境界里 在宇宙里头 核心的核心 就是情爱 我昨天晚上看到有一篇报告 外国人 好像在瑞士讲演的是美国人 也许很多人晓得小祖母的故事 他讲这个灾难 讲应对灾难 到最后一个结论就是爱 如果我们能够把自信里面的爱 爱发扬广大 爱自己 爱一切众生 这灾难就没有了 从这个说法 我们从反面上去看 这灾难是什么 灾难是怨恨造成的 怨恨从哪里来的 头一个是沙业 沙业里面 我们现在豁然之间看到了 最严重的沙业 是从血淫淫的生出来的 以前没发现的 现在看到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 每年堕胎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 是最保守的估计 医院里都有记录的 那堕胎医院里没记录的很多 有记录的 每一年超过五千万 两年就一个亿 堕胎这个风气有多少年了 你想想全世界杀了多少亿 我看不止二十亿 这很得了吗 灾难是怨恨 杀造成的 堕胎不是杀别人的 杀自己的儿女 所以 感到先前这么严重的灾难 不是没有原因 这个小祖母说得很好 要用爱去化解 真诚的爱心 对人 对世 对物 对一切众生 对整个宇宙 这个道理非常明显 前几年 我在日本开会 会后 我到东京 去看江本博士 他做水事业 他给我做了很详细的报告 拿出的很多 这些资料 给我看 他发现的 所有图案里头 只有爱 感恩 感谢 那个图案是最美的 他的实验超过十万次 他告诉我 这个爱 是不是宇宙的核心 我告诉他 一点都不错 变法界 虚空界 就是一个 你看 每一个族群 传统 老祖宗所说的 每一个宗教 你看它的经典 它以什么为核心 全是谁 有人 古诗问 什么是福 老活生的回答 慈悲为本 方便为本 这就是福 慈悲是爱 心咎由 世界上 三个宗教 依靠这部书 犹太教 依靠咎由 天主教 心就要多矣 基督教 依靠心 一边讲什么 神爱是人 上帝爱是人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 你看 每一章节前面 有一句 真主 确实是仁慈的 于是 我们就明白了 仁慈 慈悲 爱 是一桩石 是信德的核心 所以 灾难陷阱 小祖母告诉我们 把内心的爱 发扬广大 问题解决 真诚心 爱自己 从爱自己起 因为人不爱自己就完了 真正爱自己 爱自己 怎么会造他自己 怎么会让自己造回 爱自己的人一定是善良的 爱自己才能够爱别人 才能爱众生 才能爱地球 把这个爱字发扬广大了 这就对了